他曾是韩国著名炸机品牌Bongchang特许经营企业的销售部经理 负责管理美国境内和国际特许经营的发展 任职期间 他的团队在美国签署了250多家加盟店 加盟费总额超过500万美元 签署超过180个特许经营加盟商 包括区域加盟和总加盟协议 他就是罗琳 我来美国已经有89年了吧 其实很多人说到有一个美国梦嘛 但是对我来说 更早一些呢 其实是想更多的是看看世界 所以就到了美国 但是美国的路其实一直都是蛮坎坷的 我母亲其实是做农家乐 他们有自己附带的餐厅 然后父亲的家族呢 其实一整个家族全是餐饮业的这个厨师 所以我父亲到了美国之后 就开始从事这个厨师行业 这几年当中到了美国之后 从事这个原来的传统行业 我帮助他们的过程当中 发现传统行业非常非常的困难 如果一个厨师走了 那你这个餐厅可能就是也会在换档当中了 就可能不稳定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管理啊 加上运行啊推销啊 就发现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就到了我自己出来开始 就是参与这个家门连锁 我看到了这样一个机会 因为在于传统行业已经开始走到一个瓶颈的行业 加上我们应该走一个新的出路 所以那时候我应该是2013年14年的时候 去发现了这个机会说 有加门连锁这个行业 它有一个系统 它根据这个系统 可以给一个餐饮业也好 给任何一个品牌搭建系统之后 这样一个系统去复制 那我们最熟知的就是麦当劳了 它为什么能做得这么大 就是因为它系统是一模一样的去复制 多少盐多少糖 然后多少面包烤多少熟 所以我当时就加入了 那当时加入其实是一个韩国品牌 它当时正好在找一个中国的 就是这样一个的顾问 所以从2013年14年开始 就是一直在接触这个美国的市场 它因为不只是要知道 自己的这个品牌是怎么发展的 我们平时要同时要知道 其他的品牌是怎么发展的 所以每年会参加很多大型的会议 然后一直到国际的这个市场的开发 都是由美国这个联邦政府 以及它的商务部陪同我们 为了保证我们的行程 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 这个家门连锁企业的对接 都是跟那种Papa John Carlos Jr.这种美国最大的 这种连锁品牌一起出去走 然后那个时候最搞笑的就是 他们全部都是那个白头发的 然后非常有经验的 全部可能就是CEO级别的 SVP级别的 然后他们经常会说 你个亚洲的女孩子 你怎么会到达这样一个level 就是说跟我们这帮人一起去做国际市场的拓宅 那看来老板是很看重你 是不是您是就是老板的女儿 他们可能看不上我 其实我也不强求 但是在任何的生活细节上面 我都是本着我自己的这个做人的道理吧 比如说他们咳嗽 我会给他们送咳嗽糖 跟我们一起同行的那个联邦部的一些人做累了 我就跟他说其实我会一些按摩的手法 我帮您按一按到最后每一个人都握着我的手说 我要你们的单独的联系方式 我们想去纽约找你 我们想跟你做朋友 凭借自己好学和能吃苦的精神 他很快在这个行业站稳了脚跟 并摸索出一套能适应于中国品牌走出去的方法 他于2017年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主攻中国品牌在美国市场的开拓与发展 为什么我会出来自己做自己的这个品牌管理 是因为跟韩国的这个老板接触 以及跟韩国的很多加盟商接触的过程当中 他们说 其实中国人啊 很多东西其实不如韩国 他们有更加难听的 可能会说我们中国人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词语 那我就在这里不说了 我最初的初衷就是要帮中国人做事情的 我想把华人的圈子给做大 把华人的品牌做起来 我在那个公司的时候 自己手上签了180个那个合同 然后加上几个国际的合同 签了这几个合同 当然手上有将近上百个的这个加盟商 很多80%都是中国人 所以他们就会跟我讲说 林你除了做这个品牌 你有没有其他的品牌你可以推荐给我 这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那我现在开始自己创自己的品牌 因为你现在有经验 你知道怎么做这个系统 你知道怎么去做市场的推广 你知道这个社会的需求是什么 市场的需求是什么 你是不是可以出来帮我一起做 我2017年就从这个公司走掉了 出来之后我就一直在研究 我怎么把这个自己的 自己的这个平台做起来 所以18年开始 我开始自己做自己的品牌公司 叫做Agapé Agapé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要不爱 要给别人就是要爱你身边的人 就要害你家人一样 成立自己的公司后 罗林为多个品牌在美国市场拓展业务提供了帮助 让他们快速找到了自己的客户 如今最大的客户就是中国的餐饮品牌 苑茶 苑茶于2012年在广州成立 之后发展迅猛 在全国遍地开店 而在如何选择品牌上 他也有自己的一套标准 我选择的任何一个合作伙伴 就是品牌商之间 因为我是做品牌的搭建 就是这个连锁品牌的搭建 以及品牌的长期的拓展 那我的其实合作伙伴 就是任何一个品牌商 像苑茶这样子的 那这个合作过程当中 其实我会非常非常仔细地去考察三个点 第一个就是他的产品 他的产品是不是过关 他的产品能不能有一个延续的这个东西 会不会跟着客户的口味 跟着世界的这整一个的潮流去发展 那第二个就是说老板本身 这个CEO他是怎么想这个品牌的发展的 他的这个愿景 那您说的 苑茶的这个愿是一个什么样的愿景 它是一个德文 它这个德文的本身意思就是wish的意思 这个wish就是说 我对这个品牌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那茶文化 我们本身就是已经有千年的历史 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茶文化带向世界 让世界的人都知道 我们这个茶文化的底蕴在哪里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品质的问题 那品质是我们一定一定要保障的 因为你没有了品质 就是没有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没有了品质 客户我来了一次 你就没有了 2017年 苑茶开始进入美国市场 2018年 在纽约开店后 取得良好的口碑 并迅速开设多家直营店和加盟店 2019年 开始进入大华府地区 先后将开十余家店面 作为一个年轻的品牌 能如此迅速地在激烈竞争的美国市场 获得消费者的认可 已数非常成功 现在经常遇到的问题 就是说 加盟商有加盟商的想法 品牌商有品牌商的想法 比如说举个例子 他说 我这家店 现在想卖一点其他的东西 我可不可以卖薯条 他说 你们这家店只卖茶 我觉得生意不一定能够上去 我想卖一些其他的饼干 这个很多中国人都会有的 为什么 他开中餐馆的时候客户要什么 他就说 你要鸡配薯条 好 没问题 鸡配薯条 米饭配薯条 没问题 只要客户要什么 但是品牌不是的 我们会从品牌商的角度去给他考虑 我说好 今天一个人走到 纽约的院茶店 他看到的是这个 走到你Georgia的店 他看到是另外一个场景 这个客户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 您作为一个客户 走到每一家店里面 是不是有这个品牌的形象 放在那里 您是不是会觉得舒服 对吧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 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创业情节 拿出自己的一些存款 再喊上三五个好友一起集资 兼职开个像院茶这样的奶茶店 就成为了很多人的愿景 足不出户 躺着赚钱 但现实真的有这么美好吗 很多家门上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很多人进来就是说 我手上有十万块钱 开奶茶店不外乎十万块钱可以搞定的吧 然后我真的是会给他细分 家门费四万 您的房租多少钱 人工多少钱 水电费 律师 银行 货城 然后加上其他的这个装修 或配备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您算下来您觉得多少钱 十万钱不够 那可以 他说那我去找个合作伙伴 跟我一样的都是在上班的 为什么 他有这个情节 喜欢做那个 简单的 他们所谓的简单 就是感觉好像自己 投了钱 自己会运作的那个简单 但是我说不是的 还是回到一样的道理 如果您不去精心的去管理这个事情 很快很快 这个东西是会往下走的 我们有一个 有一家店 那家店其实是老板在里面的 但是有个员工在做什么事情呢 他拿了个那个马布 在擦不知裤子什么东西的 但是 这个是没有员工的情况下面 他做了一件这样错的事情 马上被发现了 所以马上制止他 但是我们就问家门商 如果你不在店里面 这个店员在营业的当天 当着你客户的面 拿着这个马布擦衣服 或者擦桌子 甚至擦鞋子 您觉得客户看见这个情况 还会再回来吗 所以就是不在于说 你投资2万块钱 3万块钱 做一家店 而在于如何你用心的 去管理好这家店 运营好这家店 这才是最重要的 最后 在职场上打拼多年的罗琳女士 也给年轻人 分享了自己的一些心得 我觉得成功就是你回头看 你都没有觉得 你做错任何事情 我没有觉得说我选择错 这个是最重要 所以对年轻人来说也是 一定要找到自己喜欢的 在年轻的时候去尝试 比如说尝试一个品牌 尝试自己开店 尝试自己做一个事业 尝试去被雇佣 哪一个你觉得才能够 真正的适合你长远的目标 你就往那个方向走 尝试自己做一个事 你们知道吗 我如何做到那些条件 你怎么做 我那两个门 今天就忘记了 去带路 这么紧 你完全明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